從事金融業育17年的卡路 兩年前經歷工作壓力爆煲 決定尋找人生下半場 以前在香港就做病 因為壓力很大很辛苦 之後虧了份工 就想去找人生下半場 去了很多地方 也沒想過青麥是我的目標 偶然覺得很漂亮 很舒服 青麥物價很低 但生活質素很高 香港人經常說性價比很高 所以就選擇 選擇做自己喜歡的工作 然後卡路到達一塊新的住宅地 這裡是他和五名香港單車友 向當地泰國人租用的土地 組成合作者 總投資金額近百位數字 幫助泰國業主長租土地給外國人 主要對象為香港人 讓港人在青麥可以和他一樣 開始第二人生 他們在和我們推出這塊土地之後 他可以在90年內 可以在這塊土地上做什麼都可以 可以建築 可以拆 可以再重建 如果建築的建築費 這裏的青麥物價是相當吸引的 例如要在一個 施用面積1500呎的房子兩層 包含基本的裝修 廚廁、齊廚等 一個叫做中價價錢 是百一百二萬港幣的 他們不懂的東西 我們可以教他們 可以幫他們做 我當中只收回一些很 所以是一種合作社的形式 單車陸葬事柴娃娃想發夢 在青麥投資開啟第二人生 由零開始 卡勞不斷向當地人學習 如何向政府申請轉換土地用途 結果他們向當地泰國人 以長租90年形式租用土地 幾大呢 差不多7萬呎 其實我們買的地不是很大的 在青麥這邊是蚊型的 但可能在香港朋友 心目中已經很誇張